欢迎收听中广新闻 我是张庆林 好我们现在YouTube上面 今天直播有一点点状况 刚刚突然发现说连线有些问题 所以现在YouTube上面呢 直播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 那么拜托朋友 第一个就打开您的APP 中广新闻报 中广线上听APP 现在也许是可以收听的 那么在收音机上面呢 也可以收听我们六点钟的新闻 谢谢大家稍微移驾一下您的收听频道 好再看今天的天气方面 今天还在水气偏少的东北风环境当中 白天还是偏热 好西半部呢 今天高温大概是在33到35度 东半部大约是31 32度 还有强烈台风蒲公英的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这个台风现在是继续朝日本方向前进 对台湾来说是没有直接的影响 不过要留意呢 海边有长浪发生了 所以今天清晨气象局也发布了 长浪的及时讯息了 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这个星期的天气来说是 西半部炎热如下 东半部呢是石晴偶雨 滨海有长浪 预估呢 这个礼拜没有明显的天气系统影响台湾 日本的富士山山顶在昨天则是降下 今年的第一道雪叫做出关雪 比往年来说 这个时间是提早了六天 比去年大概早了两天的时间 好看在德国的大选 现在呢出口民调的结果 现在已经有些初步的情况出来了 那么果然是没有 这个一个方面是单独领先的 在基民基社联盟跟社民党 他们的得票率方面是势均力敌 媒体认为呢 社民党最后可能还是略升一筹 不过梅克尔的接班人拉谢特说呢 选举结果现在是言之过早 他还是打算要领导下届政府 七海伦的报道 德国举行联邦议会大选 根据出口民调 推估梅克尔领导的基民基社联盟 得票率24%到25% 而主要对手社民党 25%到26% 基民党秘书长齐米艾克 对此感到失望 相较于2017年大选 当时基民基社联盟的得票率 超过了30% 社民党秘书长克林拜尔喊话 显然社民党执政在望 当地媒体初步推估的选举结果 基民基社联盟得票率 预计略逊于社民党 肖资的社民党得票率 大约24.9%到25.8% 拉希特的基民党得票率 大约24.2%到24.7% 被视为梅克尔接班人的拉希特说 谈论选举结果言之过早 将会竭尽所能打造一个 由联盟领导的政府 60岁的拉希特在家乡 雅琛选区投票时 把选票折错了边 暴露了自己的政党票选择 之后才把选票投进票箱 此举违反离开投票战时 不能透露自己选择的规定 有人因此要求取消 拉希特的投票资格 也有不少媒体嘲笑他的错误 记者七海伦报道 好 另外国际上的焦点 还包括64%的压倒性票数 瑞士公投通过了同性观音 也成为全球第30个彩虹国家 美国职棒大联盟圣地牙哥教室队 在开赛之前 经传着主场的球场的命案 一名40岁的妇人 跟她两岁大的儿子 从球场高处坠落 当场死亡 不现在全案是疑点重重 由于过去一个月 都没有客户上门 所以阿富汗喀布尔 一个妇女驾训般的被迫关门 好 那么现在 今天早上的YouTube直播 现在有点状况 我们现在还请业勇主播 在帮我们排除当中 今天YouTube可能晚一点 请你看看是不是 用制作成影片的方式 再上传我们今天的 这10分钟早报的内容 那么现在请朋友 移驾到收音机 或者是用中广线上听 中广线报APP 这两个APP的 都可以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 好 我们看今天报纸 有哪些焦点 先从两大财经报来看起 好 电子业大冲击 在这个大陆的 这个限电方面的 一个影响 今天报纸其实都给蛮大篇幅的报道 电子业的大冲击 在苏州 昆山停电跟停产 大陆官方为了达到碳中和目标 全面执行的耗能双控 台商群郡的长三角洲地区 现在面临到了停电停产的压力了 其中苏州跟昆山这两地 在26号就是前天的突袭式的通知 所有的厂商停电停产 当地除了半导体跟面板产业不受影响 包括了PCB 被动元件等等 可能都要被迫先停产到9月底 9月底接下来就是11长假了 所以有的就干脆提前放假了 整个影响层面非常的大 现在说至少笔电的供应链恐怕会出乱子 9月份的营收表现也会受到工作天数减少而影响 而大家更担心的是在10月之后 会不会有2度或3度的停电停产 现在恐怕并不清楚 好 其实今天国内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因为这是台商大本营昆山限电停产 那么因为在官方的发话 业者说他们必须要配合 如果不配合的话 情况就待机大掉了 那么台资科技厂的营收 恐怕会减少百亿元 现在经济日报的有一个 香港特派的一个北京瞭望分析 就是说这次的限电限产 到底有哪些玄机呢 好 那么几个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限电呢 一个是说了 一个说法说是澳洲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不跟澳洲买煤了 所以你如果到其他地方去买煤的话 会愿变贵 而且品质变差的话呢 那么用电似乎就不够了 好 电不够的这个事情 其实有些媒体也驳斥了这个说法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猛涨 大陆的产能扩张 也带不来高额的一个利润呢 反正是你生产越多出口呢 就越赔越多 所以呢他们早就想要用这样的一个做法 限电限产就达到了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地位 跟溢价权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第三种说法就是说呢 因为现在大陆最热的词就是探中和探达风 好 那么如果说呢 现在就赶快亲自来吧 探中和这个目标能够尽快达到 也许在下一次呢 跟美国领导人见面的时候 这减探就是一个重要的见面礼了 好 今天在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条 好 提到的是在朱立伦当选了国民党主席之后呢 现在说这个习近平昨天发的贺电 好 习近平发贺电呢 他特别说希望为台海来谋求和平 也在中国时报呢 把他消息做到了头版头条 好 在这个朱立伦他当选了之后呢 昨天是收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电文祝贺 好 朱立伦呢也回电贺来致谢 习近平在贺电当中呢 大家特别关注到他提到了用词有 说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但是重申九二共识跟反台独 而朱立伦呢在回复的电文当中 也希望今后这两党在九二共识 跟反对台独的基础上面能够求同遵义 好 那么其实媒体关注到说 这习近平的贺电出现了 为国家谋统一这样的字眼呢 这是国民党当选人收到的贺电 也来首次见到 今天自由时报就说这个习近平促统 好 朱立伦的这个回复电呢 除了强调说呢 这个求同遵义之外呢 也首度以反对台独 批民进党反中去中 来回应中共啊 那今天呢在这自由时报的标题 就说朱立伦呢是批民进党反中啊 好 把它做出了一个标题 这边在促统那边呢 是在批民进党反中 好 那么看看这间联合报处 按照惯例呢 国民党跟中共在贺电发布之前 一到两周其实都会进行 这个文字的一个磋商作业 所以国民党的大陆事务部 其实有提前通知四位候选人 先准备回的这个复电呢 而两党的约定本来是说 昨天上午双边 这官方就是国民党跟新华社 同时要发出贺电跟负电 不过呢 在没有正式发布之前 台北消息已经走漏到媒体了 引发了中共方面的不满 所以推迟到昨天下午 才在新华网发布贺电讯息 好 昨天这个消息 其实看到陆委会呢 就批朱立伦的做法是迎合对岸了 那么朱立伦就回呛说 是你民进党执政失能 其实在这个朱立伦的 这回电当中 有特别提到了 民进党政府的这个作为的不当 那么在这个陆委会呢 就批说你朱立伦的说法 才真的是跟民意相违背呢 而朱立伦回应说呢 陆委会不应该沦为 这打压两岸关系委员会 他也觉得说 好像你民进党现在是看到说 这国民党可以跟中国大陆 这边有对话 是嫉妒还是急了呢 那么现在国民党做到 你民进党就好像是恐怖情人一般的 那么来控诉 我朱立伦是迎合对岸了 好 你们看到说 朱立伦才刚刚的当选而已 还没有正式上任 这样的一个两岸的话题呢 一些帽子呢 已经扣在他的头上了 那么大家其实也关注到说 在这个朱立伦呢 他的一些字句方面 大陆新华社的一些用词 像是什么求同尊义等等 并没有在新华社的报道当中被提及 好 今天在这联合报的内页也特别分析说呢 这个有促统意味的是习近平的谈话 另外呢 在这个蓝营说习近平促统 其实主要是对他们内部有所交代 那么朱立伦的反读是对内部有所交代 朱立伦反读是对大陆 还有对党内的深蓝支持者的一个交代 好 看完了在这个 朱立伦跟习近平的这个 主席次贺电跟回复当中的一些消息之后 我们来看看国民党在礼拜六的选举之后呢 张亚中这次算是小输了 但是张亚中其实昨天呢 他还是有持续对他的支持者来喊话了 他觉得这次是赢了 而且他觉得说 这有点像是黄花缸了 虽然失败了 但是距离辛亥革命成功已经不远了 好 看到在张亚中的这个说法 还有亲爱的大家说 张亚中这是在高雄 其实选得蛮漂亮的 甚至呢在左营跟凤山 还超车朱立伦呢 所以在昨天其实政坛就有 拱着张亚中来选高雄市长的一个呼声 张亚中昨天自己就说 他对于这个投入六多的选战 他本人似乎是没有意愿的啦 那他也在其他的方面呢 那他也继续的来主张自己一个理念呢 那到底这个张亚中 他有没有机会来高雄这边选呢 党内的评估分析是觉得说 因为在这个党内选举的党员结构 跟高雄的政治生态差距其实蛮大的 如果要张亚中代表蓝银出征 有点是太过天真的想法了 好另外还看到李四川呢 其实之前呢 因为是韩国瑜的副市长 跟高雄的连结度高 李四川呢也一直被大家来推说 是不是能够出来选呢 李四川昨天是妙达说 我每天都有量我的额温 我没有发烧也没有头昏了 意思就是说 他应该是不会出来选的意思了 李四川今天头版头条是 新版的军事训练役 要让一南能够立刻动员 立刻作战 增加外岛千根下部队 好那么现在说呢 因为这个我们国军 对于这个一南的一些训练 好像从前年开始呢 美方就说形同虚设 觉得说台湾 没有自我防卫决心的一个指标 现在这个老美有交代 一南要忍耐 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替代 在一南部分呢 的训练可能就要变得 比较坚实一些了 这个艰困程度要增加 包括说要下部队 而且有增加外岛千 就是会抽到金门马祖去服役 好那么这对于是 这个到此一游过去 这样的一个做法 以后呢就会做调整了 就是一南的心态呢 可能必须要做点调整了 好今天看中时的那页 是提到说着创纪录 明年的军费支出 将超过5000亿元 海空战力提升特别预算 达到上限2400亿 特别受到关注 提升后备战力 三年百亿要够枪炮啊 好那么现在说一些 还有一半的预算 是要采购地对空的通信机 供后备部队来使用 好这是跟军费有关的一个消息 自由时报今天在那页当中说 美国的这个民调智库机构 叫做皮优研究中心的 他们最近公布了全美国的人口的 一个统计 就发现居住在美国的台湾 族裔群大概是19.5万到69.7万人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他们的统计 特别把台裔人口跟中国人口 中国裔台裔这两个人口的计算 是分开来统计的 NBC就报道说 这样的一个分开来统计方式呢 是朝正确的方向 迈出了一大步 好金融时报谈到 孟晚舟获释的消息 孟晚舟是被拘禁 1028天之后 她终于回到大陆去 穿了一身 这个中国红的服装下飞机 获得了非常热情的一个迎接 但是金融时报就分析说 即便是孟晚舟呢 这边回来了也是没有办法扭转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僵局 中文时报今天在内夜 有提到说孟晚舟获释 拜登哀哄向中国屈服 说呢似乎是 这中国美国呢 屈服于中国大陆的人质外交 也担心未来呢 拜登政府会采取更多的 姑息政策 望报间头版头条是 大陆的民间企业500强 华为6联霸 中期500强国家电网 以营收人民币2.66兆来夺冠 好今天在这个联合报的内夜 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个大学生 他们的新课纲 所以呢从高一开始就必须要有 学习历程档案 但是呢在这周末传出说 总共呢81个学校有7800多名学生 他们从高一开始 这个学习历程档案遗失了 结果呢经过这个周末的 这个抢救之后 发现没有备份抢救不回来 现在该怎么做呢 学生呢老师会协助他们 再重新制作上传呢 不过今天联合报特别提到说 这公平性究竟何在呢 因为在过去呢 你这上传学习档案历程 是不能够再去修改的 现在重新给评语 重新去上传 公平性其实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 没有备份 这真的是非常低级的错误 究责部分 在教育部似乎是在没有主动提到自己的责任 就是说 这个是承包单位的一些问题 最后呢 媒体不断的追问谁负责 教育部长潘文忠才说 这是教育部最大的一个教训 责无庞贷 好 今天在自由时报头版告诉大家说 我们加入CPTPP 农委会的七大因应策略 那么农产的外销可以增加500亿元 另外农业的降税期 我们争取至少要15年 好 这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那么待会儿庆林还会重新制作影片 上传到YouTube 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